1933年11月,李基森联合旧部,以国民党第19陆军为主力,发动福建事变,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,试图联共返奖。 可是,取高贺寡,酷到没朋友。 国民党人一看到打出人民的旗号,自然没人敢搭理。 虽然福建事变的一大主题是联共,竟然也没有得到中共的呼应。 人民这个词是中共的专利,现在福建搞事的这帮人,居然把人民这个词给抢先注册了,要共产党以后还怎么混。 所以,共产党马上表态,指出福建政府是非人民的,乃是不革命的。 福建事变仅仅经历两个多月,就被蒋介石给镇压下去了。 毛泽东对此事痛心疾首,认为我党是痛思良机,良机痛思。 当然,把责任也一如既往的推给了党内部国侠,王明。